天生我有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幅画 我看到的那幅画是一个小丑 肩上很随意地扛着一只 其实可以赋予他很大能量的棍子 其实他很清楚那根棍子 能给他带来什么 他只是用那根棍子 搭载着他 装满人生经验的行囊 以此来警戒自己 不要骄傲自大 所以说这个小丑 他并不是真的愚蠢 人们对于小丑的态度 就像使人对待胖子的态度一样 人们都觉得你胖 你就应该低能卑微 你就应该愚蠢无知 就应该故作丑态 来讨人欢心 你就不配追求 更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 有的胖子他确实性格古怪 行为偏经 可是我们走在街上 总会有无数异样的眼光投向你 更有甚者他会在你背后 指指点点 嘀嘀咕咕 正是这些社会上 所谓的正常人 手中那把叫做偏见的利剑 深深地杀害了我们 我想说 请你们放下你们手中的偏见 给我们一次机会 让我们证明自己 我们真的可以的 谢谢 这是肺腑之言吗 肺腑之言 其实自己内心也感觉到胖 给自己带来的压力是什么 确实有些自卑 其实你们内心是想改变的 大概没有 但是没有这样的决心 如果有这样的决心 其实是剪得下来的 你注意到它的及时反应 是其实挺快的 主人扔一砖头的时候 没有扭捏 没有纠结 也都是喝喝喝的 就把很多乐 就传达出来了 你做过对自己 最狠的一件事是什么 三个月基本不吃饭 喝点水 吃点苹果 三个月吃多少苹果 一天也就一个吧 三个月只吃一苹果 瘦了多少斤 差不多三十斤 然后呢 然后又反弹了吗 好 我觉得实际上你对于 所谓的大家对于胖子的 这个认知有点误区 不是大家去歧视胖子 这个世界上其实有 更多的还是更多的善意的人 比如说你刚才的演讲 你明明知道胖给你带来 很多困扰 你有没有去研究过 瘦身的方法 这个很重要 你并没有对自己 真的狠到那个地步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今天这个舞台上 你找不到工作 你没有饭吃 我觉得你一定会瘦 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 你已经活不下去了 你怎么可能连瘦都解决不了呢 就是我觉得你全程来这里 在表现了一个女孩 31岁的女人的天真 但是这种天真 你要把它带到60岁吗 70岁吗 人生的很多结果 就像马瑞讲的一样 是需要你透过你真正的 为自己去下那个狠心 当你把自己逼到那个绝路 才能真正的改变 我在你身上 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你任何想要 真正改变 蜕变的感受 我这人就是 其实是挺自卑的 平时朋友聚餐 合影啊什么的 我从来都是不参加的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站在这里 我就相当于 把自己的后路都给断了 面对230斤的自己 说一句话 今天开始 我就不想再见到你了 这是真的 虽然可能不会那么快地 不再见到你 但是我希望能 一天一天地 离你越来越远 好 大家都碰我 或者大家都有个不好的一面 但是要去改变 不要别人说你 你要改变你才去改变 你要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 工作没有开心与否 在你现阶段的 你要寻找的工作 是要先为你立身之本 而第二个 你的立身之本 来源于你的自己 其实我不太认同 为什么有很多的胖子 老会自己带有自卑感 觉得我自卑 然后大家看不起 老觉得我胖子怎么怎么样 但是没有一个人 真正地去付诸行动 所谓的不留退路的前进者 如果你对自己狠一点 而让自己健康的 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份工作 我就需要一个130斤以下的女孩 我明明知道这个结果 我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地 拼尽所有的力量 让自己变成那样的状态 你是可以的 你只有立下这样的心 你才真的能瘦下去 我们会发现很多 长得特别漂亮的人 内心也自卑 自卑是来源于自己 看不起自己 不是别人看不起他 所以他要解决的是 自己不要看不起自己 自己要把自己的价值展现出来 所以今天找不到 找不到工作已经不再重要 对 好不好 来 第二轮选择虚后流